以下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声汇网立场无关 我们身处在这个世界 并非你们肉眼所见这么公平 似乎表面上有充足的选择 但是实际上背后已经精心策划 充满阴谋和计划的这个世界 现在让我们跟你去揭露 阴谋背后 优优独播剧场 大家好 欢迎来到声汇网的阴谋背后 第五集了 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么奇 为什么今集是由阿狗开麦 Adan去哪里呢 难道今集是由阿狗说完他 我也很想 其实很想你真的说完他 因为小弟我想上个星期 我发布在Facebook上 不知道是否叫抱羊 声带就严重发炎 现在呢 声音呢 你能听到呢 不是啊 很慈盛的 我想听众会很喜欢的 不要坏我了 其实我也很担心听众会不会觉得 是一个噪音来的呢 你知道有时 就是你听一些人讲话 你听惯了的话呢 其实那把声是沙或是成的 其实听众是很难接受的 你明不明的意思 就是挺不舒服的 听得 但是我觉得他们最紧要 都是听到阿狗的内容而已 我也很希望 说真的 多谢你夸张 好了 今集呢 急于去入题了 前一段时间 就因为听众 告诉我听 DIA的International Airport 就是Denf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这个题目其实很有趣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机场 很多人都定性它 为一个全世界最邪恶的地方 还有一个最神秘的机场 当然啦 我三年前的时候 都有在其他的网台 都有讲过这个话题 其他听众都有Facebook我 或者Message我 叫我 喂Adam 有没有更新的资料 最近隔了三年了 还有没有新的资料 可以告诉大家 我可以告诉大家 是有新的资料 究竟现在这个机场 下面也好 上面也好 周边也好 有什么事发生 其实呢 我先说一点 关于这个机场的背景 可能有一些人 如果听开我之前的节目的话 或者我做嘉宾的节目的话 都有提及过 Denf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但是今集我们会深入去探讨 这个机场 究竟有什么 和共济会 新世界秩序 以及一些 所谓的精英 为什么下面会有一些碉堡 我时都说有一些堡垒 所以这一集 就非常非常之爆 我说真的 好了 我们入题了 我们事不宜迟 丹佛国际机场 当然 说明丹佛国际机场 当然是丹佛的 它就是位于 在美国的科莱拉多州的丹佛市里面 它是全美国的最大的机场 全世界也是三大机场 它那个总吞吐量 在2006年来说 是4千7百多万人次 其实来说 在06年 记住 现在是14年 其实我觉得应该超越过 应该是1亿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有些人就会觉得 咦 为什么丹佛国际机场 有什么这么神奇 为什么会这么大 多大呢 可能有些 就是听众没去过美国的话 我这么说 有多大的话 没用的 现时它那个area 是等于香港的 国际机场的四倍 哇 四个机场 四个机场 还要呢 除了来个表面 除了是表面的机场以外的话 它下面的话 是外面的 即是上面 你肉眼看到的area 不知道多少倍 即是下面那些bunkers 还深入很多层 是的 还深入很多层 就不知道多少倍 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哇 四个国际机场有多大 是啊 其实差不多 我计算那条数 就是差不多整个香港岛那么大 是啊 有137个平方公里 真的夸张 对不对 即是你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当你 譬如在Google Map 或者Google Earth 你看到的话 其实你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 在它上面的苦陷图 你看到 是真的夸张到很重要 总要是四个runway 有四条的所谓的很大的跑道 那四条很大的跑道 待会慢慢逐个说 为什么它会有个 纳税德军的标志 为什么会在Denf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的西边的话 原来有一大堆 Google Earth 你发觉到一样东西 有一大堆 用沙堆成一个很大的金字塔 那有些人就说 喂 不是特意去做出来的 为什么米国不是特意做出来的话 原来 它们在下面挖掘的时候 那你挖掘有泥沙 对不对 那你扔到哪里呢 它不会千里少少 可能去了 不知什么州份去扔 那其实 它就放在Denf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的西边 其实不太远 它那个area 其实就是 跟埃及的基沙金字塔 是十四倍那么大 你可不可以想象得到 是十四倍那么大 这个我想 完全是不可以在我们想象之内 是啊 有些人计算过 它挖出来的泥 那些泥 是等于三分之一 在巴拿马混河挖 挖了那么多 你想想 人家挖一条混河 它三倍就可以挖一条河 那么长 它竟然挖了那么多泥 真的很夸张 所以其实呢 你要知道 为什么他们要去 选择这个地区 这个机场 原来我们发觉到 这件事 就是因为 它在洛基山脈的旁边 左边原来 它有洛基山脈 有很好的天然屏像 没错 因为呢 当年 开头说起的时候 那些人都有很多疑问 就是说 因为本身在Colorado那里 其实已经有另外一个机场了 没错 是 而且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机场 配套也好 各样都好 又紧民居 哇 这个Denford International Airport 那么远 山脈 还起完之后 四野无人 是啊 很夸张 四野无人 就是啊 无端白事 它只不过 那里说 山明水秀 风景好 在山上 是 那还要选择 那是一个平原来的 是 那就吊诡了 平原 平的地方 建物就这样建物就可以了 是啊 为什么要向下挖呢 是啊 为什么向下挖呢 我之前也说过了 一件事 稍后会慢慢跟大家分析 下面有些什么 不为人知的东西 我刚才我说过 这一集 我们就会 more focus 在最新的一些消息 就是说给大家听 这样的 我想 有些听众 没有违望到的话 但我好像有一集 推开过一部电影 第三类接触 最后又在一场场面 也会在打打打打打打打 settled 打出那篇字 那些座标 記得嗎 我ір 我想大家听到 我想大家心中有数究竟是什么 其實呢 这ình组涉 我稍后 servile 准读在我们的forum上 给大家看一看 那个座标是40 able 就是104 44 三十 四十 三十六 和十 有密码feel的 是的 很有密码feel 其实这个就是第三类接触 记住 1977年拍的 其实 它的机场是十六年后 才建立Denf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无毒有偶 如果你在Google Earth 打比如West 104度 44度 30度 North 40度 30度 10度的话 就是正正Denf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Denf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Denf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国际机场的地点 他们很早之前 已经设计好选择了那块地方 没错 因为DIA本身 是95年才落成的 没错 对了 所以其实来说 都有个笑话 第一天开幕的时候 据问一下 这个我记得 我的记忆之中 就是 它那个运输带的问题 行李的运输带问题 所以令到整个机场 瘫痪了 亦都是无了期地关闭 这个亦都是成为了国际笑话 当时来说 他们亦都赤资了48亿的美金 去建这个机场 去到的话 好像一个迷宫 因为实在太大了 这个机场 令到你进去的话 完全很妄言的 当然了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不关任何事 应该会慢慢告诉你 究竟那些画的东西 雕塑的东西 下面那些bunkers的东西 甚至乎是有人看到 一卡卡的卡车 找一些食物 找一些日用品 进去地下通道 他们的地底 据问 早几年的时候 美国有一个叫做 备份五角大楼的一个文件 就是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完全借着任何的人 就是除了军方的话 完全借着任何的人 去到这个机场的basement 换句说话 我想大家如果看过 Jesse Ventura的一个documentary的话 其实他都有一集 都是讲这个Denford International Airport 他那个时候就拍到 下面是真的 那个所谓的守卫很严密的 平常人是完全是进不去的 这个真的 越进不去的话 你也知道的 人的好奇心 越来越大 所以来说 他利用一个人 是里面那些所谓的 做事的人 是真的混进去 去拍摄到 下面好像我们 那个时候是讲 杜西基地这样 一层一层这样 是好深 亦都是好大 你想想 刚才我说过 这个丹佛国际机场 已经是一个香港那么大 他说它下面 就是那个basement 是不止上面那么大的 不是啦 有很多层的 全民有成八层那么多的 没错啦 亦都是有人在说 为什么会这么神秘的呢 为什么会跟这个共济会 为什么跟New World Order 会拉上关系的呢 其实我们有点研究 在说一件事 就是什么呢 原来这个Denford International Airport 里面他们一个共济会的文件里 已经写了 就是他们是一个共济会的 末日的庇护所来的 即是换句说话呢 我之前都说过了 罗亚方舟 你就要飞啦 要飞才上到去 这个也都是 甚至乎我三年前的时候 在网台上都有讲过 这个Denford国际机场 他们Denford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周边 其实有很多些住宅的 为什么会在十年八年里 会升得这么紧要呢 原来是一帮贵族 政府的要员 不只是美国 其他国家政府的要员的话 都会在这里买楼 就是换句说话 有问题要撇的话 就撇得快点 并并并就在地下的雕堡里 你这么说 是不是那些楼 有直接的隧道 搏到地下城市 这个bunker里 我觉得是会的 因为照常我平常人这样想 买近机场 照计方便 可能保值呢 当然啦 是不是呢 投资的不出奇 但是听你这么说 咦 可能有另类用途 绝对是 一进去的话 应该我们慢慢才说一只马 狗有很多资料 关于一只马 我们先不说一只马 好 我们进去看一看石碑 那个石碑原来 那个典故 就是在十八世纪独立战争的时候 有一幅画 库南克林去画的 这幅画其实隐喻 它十三个州 因为库南克林的时候 美国只有十三个州 去对抗英国 在那幅画里写 Join or Die 这幅画有十三个 刚好就隐喻十三个州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 就是 这幅画 明显地 连接到2013年 有些人说 可能有些人觉得 说你对号入座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幅画 是讲一条蛇 刚好就这么巧 2013年 就是蛇连 有些人就是说 原来2013年 就是上一年 原来 New Order 在共济会的角度 已经开始启动了 所以 我想 之前 我在其他网台里 都有讲过一个ASM 我不知道 狗里有没有 知道什么ASM 一个叫Angela Section Mission 我们之前都有分享过 是的 有少少都有分享过 所以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这样 就被人寓意 就是 Join or Die 这个话 其实 就是这样的隐喻 其实他们说的 都是好像我们以前 说的什么呢 就是精英化 Depopulation 就是有些人觉得 有些专家 他们所称的叫做专家 就是说 如果地球超过一百亿人的话 地球就玩完了 所以要精英化 要去到 说的是五亿以下 所以在 Denf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那个石碑道 Bible有10 commandments 他们有10条 好搞笑 我都慢慢读给大家听 第一 就是 Maintain humanity under 500 million in perpetual balance with nature 就是说 将全球的人口 控制在五亿以下 OK 第二 就是 Guide reproduction wisely improving fitness and diversity 就是说 很智慧地 去引导你的繁殖 和改善你的健康 和有多样化的模式 第三 就是 United humanity with a living new language 就是说 人类我们要团结起来 还要采立一种 新的统一的语言 这个 挺恐怖 即是 直接写 和讲 都是一个统一的语言 OK 第四 就是 Rue passion Faith Transition And all things with temporary reason 就是说 用理性 去驾驭感情 信仰 传统 和一切的东西 就是 你想想一样东西 用理性 怎么用理性化呢 待会可以慢慢去再讨论 第五 就是 Protect people and nations with fair laws and just courts 就是说 以公正的法律 去保护人民 和国家 第六 就是 Let all nation rules internally resolving external disputes in a world court 就是说 通过世界的法庭 去裁决 或者解决 这个外部的糾纷 第七 就是 Avoid pity laws and useless officials 就是说 这个还不是depopulation 避免一些的 无谓的法律 和无能的官员 第八 就是 Balance personal rights with social duties 平衡个人的利益 和社会的义务 这个大家都知道 第九 就是 Price truth beauty love seeking harmony in infinite 就是提倡 真善美 就是说 还有 寻求宇宙的和谐 这个 就是 待会留下 狗去说一说 如何寻求宇宙的和谐 第十 最后一个 就是 be not a cancer on the earth live room for nature live room for nature 它们 repeat了两次 就是 一句说话 我们提倡一些 自然的东西 就是 千万不要 做地球的毒瘤 千万不要破坏这个地球 听下来这十样东西 就好像对这个地球 很好的 狗 你觉得 对吗 是的 还有 在Georgia那里 也有一个巨石阵 就是黑了这十条东西 对了 这十条东西 其实 说真的 Bible 有Ten Commandments 十阶 这个 它们又有十阶 你怎么看 这一样东西 其实 我没有想过 在DIA 都走去 黑那十阶 还没什么 是的 没理由的 直接有 那个共济会的logo 有个capstone 没错 没错 那个capstone 刚才你已经说的capstone 我又想再说一点 因为之前 听众 几年前 我说过DIA 听众都会问我 adam 究竟下面 是不是真的有一个capstone time capstone 是吧 是 一个的 哇 时间的所谓的 胶囊 是吧 这个呢 我想和大家说一说 其实呢 你见到 各位听众 你见到一个石碑 它写着 是什么 就是写着 New World Airport Commission 这样东西 我可以和大家说 我们翻查了很多资料 甚至乎 我传过一个email 给Denf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的Airport Authority 其实是没有回复的 OK 我的封信问什么呢 就是说 究竟 是不是真的有一个 叫做 New World Airport Commission 的 那我翻查很多资料 网上的资料也好 或者其他的渠道 一一都是否定了 原来是没有的 没有这个 叫做New World Airport Commission 这一件东西 反而反过来 我就有非常之 非常之大兴趣 就是写什么 写2094这件事 哦 100年后 是的 开个Time Capsule 开个Time Capsule 个个其实都已经是议论纷纷 就是说 究竟2094年 有些什么在里面呢 我想读一读 他们石碑黑了些什么 他就说 The time capsule beneath this dome contains messages and memorabilia to the people of Colorado in 2094年 哇 等到颈都长 要2094年才开封 那大家想不想知道 究竟里面有些什么呢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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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狗就帮你找了 是 神神之 就是说 假许上 是啊 他里面就说有些 有一个叫做Croarsfield的照片 还有他在开幕那天 那个签了名的Ball 然后又会有一些 当地原住民的文化 还有那些人的 一些土稿用的蓝 然后又会有一个叫做Black Hawk 就是是不是黑鹰 黑鹰 黑鹰Casino的token 就是那些代币 没错 就是头码 没错 然后又会有一块 这个DIA的屋顶 的物料 有一片在那里 然后又有一本 关于Stubleton 另外一个机场 机场的 他的历史的书 没错 OK 又有一些关于 当日DIA开幕时候的展报 是 有些是Denfer Mint 的Corns 我想是那里的Corns 有些钱币的物体 有些就是 关于第一个 发明 这个飞行 这个航空 那些飞行图 的人 叫做Jepesina J-E-P-P-E-S-E-N 读得不对 我记得我读错 的一些飞行的charts 然后又有一个当年 他们的市长 那件 snicker 那件衣服 还有市长 跟教宗 拍照 他们在Denferd 的World Youth Day 里面 一个节日 或者一个庆典 里面上拍的照片 又放在里面 但我又不明白 为什麽是一百年才拿出这些东西 我觉得 你说刚才的东西 不是说不正确 下面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不知道 但我会觉得 Official 他是这样 回答其他人 问过 一定是这样 但你说 说真的 刚才你们说得对 放这么多 那些不等洗的东西 进去下面的话 那需要不需要一百年后 才再开封 不知道 或者那些人喜欢这样的 难道 时间囊是这样的 放一些不等洗的 但就是以前一百年的人 那些人这样的 等于一样 以前 荒岛 有个玻璃瓶 你把字笔进去 丢过大海 看看有没有人收拾 这些东西 当然 他表面上 就说有这些东西 那大家都不知道 那会不会不止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不止 没错 我就想带出一样东西 就是除了有这些 我觉得不等洗的东西之外 有一些东西 可能是真的 或者要我们 2094年之后才知道 我不知道 当然 我想 我和你就看不到 绝对 2094年 现在是2014年 还有80年 我想我和你 没可能活到过一百岁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留待我们的下一代 希望我们这一集 即是 留待我们几十年之后 可能做我们的下一代 会听到我和你 可能是吧 他继续在说话的时候 他说 差不多2094年了 是时候开 是时候开 看看究竟是什么事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更加令人不安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除了石雕以外 他旁边有一个 我写着一个叫AUAG的东西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石板上的 是的 石板上的 有一个叫AUAG 其实呢 本身来说 一个化学的学名来的 说真的 AUAG 但原来呢 有些人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说 最恐怖的就是 原来AUAG 就是说 是澳洲里面的一个病毒 而这个病毒呢 是一个所谓的叫做 高传染性的一个病毒 那这个病毒呢 我又在那里联想起 里面的机场 不是有一幅很大的画 有一个军人 就是戴着一个Mask 一个所谓的氧气罩 那样的 你想多了而已 你想多了而已 是吧 AUAG呢 是金和银的嘛 是 说那里出的那些东西的 没错了 但那些专家就说 原来AUAG 有一个解法呢 就是一些所谓的 澳洲里面的一个所谓的毒气 是的 叫做Australia Antigen 是的 OK Australia Antigen 所以这个来说 都挺有人担心的 为什么呢 你知道了 其实第三次世界大战事 都在说 什么时候打 或者真的会不会打 当然 如果要打的话 就肯定是核战的了 还有这些所谓的 生化武器的战斗 可能用GAS 都不奇怪 这个来说 它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隐喻 这个真的没有人知道 究竟他们的立心场会是怎样 OK 其实呢 关于那个capstone 还有一些小小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说来听下 一般的capstone 一块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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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像泥膠 一块石 就被盲人去摸 是 就是说那个keypad 就是说它好像keypad那样的样子 还有它很有趣的 很优美的 它是45度弯上来的 又会用一些不瘦鋼 加上一些花肝癌 做得很骨子 那有什么特别 其实都是这样的 这两个很维尾的 我怕你不知道你敢不敢 说来听 就说其实这个capstone 有特殊的用途 是 就是用来指引外星的飞碟 到时降落的时候 这个就 就认住它这个landmark 没错 如指可教 是的 其中一个说法 OK 还要哪个说的呢 其实就是Fusion Rider 哦 Phil Snyder 这个人 我想我之前也说过 是吗 杜西基地的时候 没错 这个人是一个architecture 也是engineer 为什么 专业掘地窿 没错 这个人真的很厉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他在5月1995年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talk 做了一个lecture 做完之后 1996年的1月 就像你说的 被自杀 被自杀 是的 LL 拜拜 拜拜 被拜拜 被拜拜 为什么呢 又会是关于Phil Snyder 第二节 我们会说两个人 第一个刚才说过 Phil Snyder 第二个就是说 Rio Taguma 这个人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画一些古灵精怪画的一个人 那个人真的不可以不说 第一节的时间差不多了 不好意思 再跟大家说声 小弟的声音真的有点不舒服 真的很辛苦 要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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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二节回来再聊聊 充满阴谋和计划的这个世界 现在 让我们跟你去揭露 阴谋背后 好 又回来第二节 刚才我在说 我们会说的两个人兄 那两个人兄是谁呢 一个就是Phil Snyder 一个就是Leal Tanguma Leal Tanguma 稍后 阿狗会和大家去分析一下 这个画家 这个画家 其实呢 他呢 都是一个的犹太人 原来呢 都是和共济会有关的 那我没说之前的话 我想说一说就是Phil Snyder 其实呢 话说呢 我们在这个杜西基地的时候 是不是 我们都提及过这个 Phil Snyder 这个人 究竟是什么人 是吧 专业挖洞的嘛 专业挖洞 是的 是一个挖洞人 就是他呢 对于一个地心的东西 或者是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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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专家 OK 话说呢 他一九九五年的五月的时候呢 其实他就有一个讨论 就是爆料 就是究竟 美国政府呢 在做什么 当时的爆料呢 就是爆了什么呢 就是爆了美国的black budget 我时也说的 我们的talk show都有说过 black budget 不见得干的budget 那些钱来说呢 去买武器也好 或者研制一些高科技的武器 或者是一些毒品 毒药 这些东西 我们是不知道的 还有呢 它爆了一些dumb dumb dumb 就是蠢人 dumb 其实呢 短形而已 就是它那个传写呢 就叫做deep underground military bases 就是正正呢 我们今天我们说的dia 下面一些的military bases 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呢 他也是爆料呢 就爆了一些的 NASA German 那个时候呢 就是纳粹德军那个时候呢 去做一些叫hyperspecial的technology 就是一些基因的东西 有些关于一些研究一些品种的东西 除此之外的话呢 当然啦 上次我们也有说过杜西基地 他也爆了一些杜西基地的战争 甚至乎呢 哇 他爆了一些叫做 America's black program contractor 哪些人呢 或者哪些公司呢 是involved在一些的black project 那里 哇 这些black project 是说什么呢 那意思呢 杜西基地啊 dia那些都有份 所以呢 它爆完之后呢 在1996年呢 就发现呢 它那个屍体 也是啦 被自杀啦 嗯 就在家里呢 就用电线呢 就丟颈死了 是 但是那裂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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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这个呢 很好笑啊 我发现 就是他们造成一个 所谓的自杀的scenario 这个情况下呢 喂 醒小小小啊 大佬 怎样那裂在后面呢 怎样自己吊死自己呢 是的 真的很奇怪 那样的 很厉害啊 所以anyway 始终都是啦 都走了啦 Fill Schneider 所以很多人都不信 他是自杀 这个是绝对的 到今时今日呢 其实 不要说说阴谋论 甚至乎 因为有些 说UFO的人士 也有说过 Phil Schneider的自杀 是非常之原意的 其实是诡辟的 可以这么说 是吧 是啦 这头爆完了 那头就拜拜 是的 没错啦 话说啦 我想之前也有说过 地下基地 我们不说地下基地 我们先说面那一层 好吗啊狗 由外面说起 是的 我们就带我们的听众 駕駛的车 进去DIA的时候 咦 看到一只蓝色的马 红色的眼睛 是啊 哇 这东西是什么 很古怪的 又有典故的 是啊 有名字的 叫Mustang 是啊 M-U-S-T-A-N-G 是啊 看下去好像一只马 但是颜色呢 蓝色的 是啊 死神来的 是啊 你都知道 他死了 所以那些人 其实当地人都很不喜欢 我喜欢这只马 这只马 是 和他改了很多名字 是的 有些叫他做Blucifer Blucifer Bluca Lucifer 是的 就叫Blucifer 是的 有些叫他做Saitan Seed Saitan Seed 是的 OK 撒旦的种 是 撒旦种 是的 OK 有些就叫好少少 正常少少少 Blue Devil Horse OK 明白 但全部都很邪恶 是吧 聽些名字 我也想知道 你对这件事这么有研究 以前我说过一只马 是吗 我以前在其他网台 说过这只马 为什么这只马 好像一个 站在那里的情况 是的 所以那些人又很厉害 找到 咦 他会不会是抄一本书的呢 抄一本书 什么书 是的 就是Montag Project 那本书 的cover 即是蒙托克计划 沒錯 OK 因为那只马 那只马 摆上的帖子 是一样样的 一模一样 是的 最恐怖的是什么 那本书里面 经常都说 蒙托克计划 是关于time travel 是的 等于废城实验一样 没错 其中有一件事 就是说 咦 书里面说到 去到2900年的时候 有个美军 去了一个荒芒的城市 是 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只剩下一只蓝色的马 哇 接着那些人就立刻 咦 会不会像猿人针霸箭那样 但time travel完 去了一个地方 是 看到一个自由神将 哇 即什么都没有了 摧毁了 但是呢 原来其实你是去到同一个地方 那些人就开始联想了 咦 会不会 其实他就想 对应 里面有讲MK Ultra 那些实验 之类的东西 因为有些人 有些学者 研究 就说 其实我们等一下会讲的 那些画 其实都可能跟MK Project有关 咦 又跟MK有关 哇 好害怕 说来听 快点 快点 说一下马 马很高 有32尺 所以 一进去 或出来 你远远都会见到 那只蓝马 因为他晚上的时候 有些灯射着蓝马 而且眼睛是红色的 有些红光 原来他开始的时候 不是想着红光 是 想着什么 很吊鬼的 什么事 是用红色的laser beam 射到地上 那么大碗 是的 那如果是的话 那人是不可以直接 看他的眼睛 是马 很恐怖 但是呢 为什么最后 不弄呢 为什么弄不到呢 原来又有故事 为什么呢 话说 就弄这只马 那个艺术家 是 其实叫做 Louis Jimenez OK 是的 那Louis呢 他就已经六十多岁了 但是呢 就弄这只马的时候 哎呀 这么大一只 是他生平之中 最大的一件作品 是 那奈何呢 弄弄一下的时候 那马头跌下来 马头跌下来 是 有没有打死他 是 哎呀 你真的是聪明了 被你猜中了 没错 就扎死了 扎死了他 那自此呢 那些人就说 哎呀 糟了 这只马很邪恶 是受到诅咒的 嗯嗯嗯嗯 甚至连作者都死了 那麽大只马都总是要弄的 是的 所以就由他的家人 或者其他的艺术家 幫忙 就完成了这只马 OK 既而那只马 就是柔柔 和撞嵌 那两只眼睛 都是其后的人造 没错 那就变了 但是又弄不到Laser 那就加了两个 哎 红灯都算了 DIA就接受了 是 那远远看见红灯就算了 是 但是呢 你再近看一点 那只马其实很噁心的 为什麽呢 是呀 除了你跳起之外 你看到他的肚子下面 和他的屁股 血管都爆了出来 是呀 没错 和一些紫色 黑色的 好像血管的东西 是的 突破了出来 你一只很红尾的马 是没有做这些事情的 是 还有呢 还要弄到一个屁股 那样的 哎呀 真是很噁心的 大家可以 直接上网给大家看 如果大家不嫌疑的话 OK 即是打你的close up 去 告诉听众听 没错 有得看屁股 所以 大家不嫌疑都可以看一看 果然是你一管的本性 是吗 那他拍出来 又有人在下面 你这麽大隻 当然看到屁股 你上去看 OK OK 那他又特意 你想一只 那麽好好的好的马 为什麽要 那麽 focus 在屁股上 那麽在下面 你 focus 但我觉得很奇怪 那样东西 为什麽一只马 是蓝色的呢 和为什麽 会有个红光 被人的感觉 就是你駕駛进去 很远远的见到 你走到近去的话 其实有一些不安的感觉 你试问一下 大家听众 如果一个平常的人 你去一个机场 要是送机 要是接机 要是自己出国 是吧 只有三样东西做 那你一定是 懷着一个很开心的心情 你不会很悲哀地去接机 所以来说 我想没有什麽世界的机场 会是他们这样 令到别人 英文叫做 那麽creepy 那麽诡辟 那麽不寒意律 那麽 但他们的Mayor 那麽市长 有解释的 这只马 他说 其实这只马 为什麽有红有光 那麽可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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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用来驱走 那些evil spirit 他说 对这个机场来说 是一件好事 即是守护神 那麽的物体 但我真的很肯定 听众都觉得 不会是一个守护神 对吧 所以也有些人 最喜欢看圣经 像我们那样 没错 那看到什麽呢 原来圣经的启示录里面 都有提过一只马 是吗 是 不过可能就不太同色 他就叫做pearl horse 在启示录的第六章 第七节和第八节 有提过 启示录都有提过 是 原来骑那只马 就是死神 咦 那这只是死神的马 是啊 里面有提到 他看见一匹灰色的马 那马的名字 骑着他的人 叫做死亡 陰间 即地狱 Hell 就会跟着他 跟着他 他就会得了权 管核四分之一的土地 还会用战争 饥荒 瘟疫 来杀地上的人 那麽恐怖 是的 所以那些人又觉得 这只马很邪恶 当然跟死神那些 有关 所以呢 之后呢 竟然 这个DIA 曾经 有个埃及的展览 展出过阿努比斯 在那裡 是啊 成26尺 那些人又联想了 哇 一只不够 多两只 多两只 又代表死神 究竟这个地方 有什麽特别 这个地方真的非常之特别 是吧 即是话说呢 刚才阿狗 都很details 很详细 这样呢 就告诉我们 那只马的恩友 那个起源 那样 为什麽会 放在机场的外面 那样 远远駕车呢 去那个时候 已经见到了 好了 我们进去 阿狗 进到去的机场的话呢 第一样东西 就是说 我们先讲一些话 好吗 一些话呢 我们都花很多时间去讲 好吗 我们先讲哪个话 阿狗 讲第一幅 叫做 Peace and harmony with nature 是 那是怎样的呢 我先斩了你歌柄 各位听众 麻烦你开个forum的话 这一次 又是一样 都是很多图片的 今次阿狗 我会负责去post一些图片出来的 现在你说的 是不是第一幅的图片 阿狗 没错 话说 New Tanguma 受委托 要画四幅画 四幅墙 这幅是其中一幅 那里面 就画些什麽呢 有些炮 就在那里 死了 有三个棺材 又死了三个不同的人 后面 就好像森林大火 我这样 还有隐隐约约 又蒙蒙的 又看到一个城市 嗯 还有些动物 企鹅 有只小鳥 好像被我固固固固了 嗯 那就好像代表了些什麽呢 代表了些什麽呢 原来 有什麽人在三个棺材里面 嗯 一个呢 就是黑人的女性 是的 另外就是那些原住民土著 嗯 第三个了 最旁边的 有个女孩 嗯 可能呢大家萌萌的未必看得清楚 是的 其实她的身上 有一颗星星的 嗯 还拿着一本圣经 是的 那些人就说了 咦 那颗星星 不是就是以前纳粹德军 用来 label 犹太人的 绝对是 是的 所以就说 其实这幅画是代表灭绝三个种族 是的 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我们亚洲人反而没有在里面 咦 那就行 是啊 这幅没有的 是啊 没有亚洲人在里面 所以这件事呢 大家可以值得留意 是的 继续了 然后呢 森林大火 不是有个 就是后面呢 刚才说有个城市 是啊 但是城市又好像有些霧 嗯 所以那些人又说了 咦 它其实是不是一些毒霧来的 嗯 会不会其中一个agenda 就是呢 在那些城市放毒霧呢 因为刚才我们也有提过 其实DIA 可能是和这些生化武器 是有关的 是 是 另外呢 那些动物 为什么有个框框框呢 其实就说那些动物是绝种的了 是 就是说的是企我 和这个鹦母 嗯 在下面呢 就是一个鳥类的动物 是不是 就是说那几只呢 就是贫囊不绝种 就是迟下就是绝种的了 所以要保护 是 要保护它们 是 但是整封画呢 看来看去是不是 都不是很peace和 harmony 绝对不是啦 你后面已经见到大火 然后之后呢 有三个 睡了棺材里 还有一只炮 那只炮都死了 是 最可怕的呢 就是呢 最初的时候呢 尼尔探姑妈呢 就跟人说 是啊 就是我瘦身的 就是人家呢 有人给钱 叫我画的 还有呢 有guidelines 给他画的东西 但是到后期再有人问他的时候 他否认 嗯 不是 没有的 是呀 我画的东西完全出自 我自己想的而已 嗯嗯嗯嗯 没错 还要补充少少少呢 在英武下面呢 有个女孩子呢 穿着这个的蓝色衫的话呢 其实呢 就是捧了一个 的玛雅的牌匾 嗯 这个呢 都是代表玛雅民族来的 其实是 也都有人呢 分析 那个牌匾 是 即是玛雅人拿着那块呢 嗯 形状呢 好像俄罗斯 嗯 没错 嗯 跟着那只炮呢 其实就象征着奥巴马 是呀 因为我之前也说过 一只炮就象征着奥巴马 如果这样说的话呢 咦 讲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 那大家都 呼之欲出啦 那结果 是吧 很害怕啊 俄罗斯就打败了美国了 没错啊 所以你说呢 所以那些人就说 其实 他这个这样的 Liotang Gooma 画了几幅画 其实也有寓意的 这一幅呢 就象征着第三次世界大战 是 没错 是的 那还有呢 也都有一些 很象征性的东西 例如呢 刚才不是说呢 那时有三个女性 都躺在棺材上 没错啊 那棺材 不是也跟这个 Masonic 即这个Freemason 有些关系 因爲什麽呢 因爲 因爲 Scouse and Spones 都是跟棺材 舞舞 那些有关的 有关的 没错 再令人上心一层的 就是 之前我们听《犹太教》那一集 也有说过 其实David 是 犹太教是怎样来的 即是怎样成全 嗯 其实就是靠女性那边的血缘 嗯 所以你见不见 躺在棺材里面的 全都是女性 没错 所以爲什麽就说 他们是要做这个种族清洗 是的 非常之对 所以我再重新一次 大家看回图 左边由黑人开始 黑人 中间的是美洲的印第安人 右边的是犹太人 一个犹太少女 是的 还有信基督宗教那些 拿着一本Bible 你看有十字 没错 所以那些人就说 其實他是不是想灭绝那些 信基督的犹太人呢 嗯 你知道其实 就是Freemason也是Antichrist的 其实本身是 是吧 嗯 所以就有这个connection 在这里 没错 那又看一下第二幅 叫做A Children of the World Dream of Peace 嗯 这是第二幅 是吧 我们要说明白些 给听众听 如果不是听众 哇 开了一个forum之后 看不到 亦都不知道 你在说哪一幅图的时候 就不好了 是呀 那这幅呢 其实是一个 分开了两部份 是的 中间有个门隔开了 两幅画 其实是连着的 是吧 是的 左边的幅是很多小朋友 是 右边的幅呢 就是一个人拿着机关枪 又拿着把刀 又有个军人 是的 又戴着防毒面罩 嗯 一定是防毒面罩又害怕 是很害怕 很多小朋友的幅 大家都看到是很开心 是 很欢迎 天空上面又有彩虹 没错 有Peace 又看到 是的 寫完的了 好像象征和平 是的 下面那个有个尸体 尸体是军人死了的 嗯 就趴在那裏 拿着机关枪 又戴着防毒面具 但是军人已经死了了 是的 还有很多不同国籍的小朋友 其实每个小朋友 都会穿回国家的服装 没错 是的 还有他们就会拿他们的国旗 包住那些刀 即是好像象征着 哎呀我们放弃所有的武力 没错 记住各位听众 真是落足眼力看看那张图 不要嫌Adam沉气 真的要开开一个forum 否则真的不知道我们两个说什么 大家看到那些小朋友 譬如我看到的就是 有以色列旗 有美国旗 有英国旗 甚至乎我们中国大陆的旗 在后面都有的 大家都用了他们的国旗 去包住那些枪 或者那些武器 是不是 没错 那包住那些武器 就代表他们和平 嗯 没错 但是他们的中间那些 你知不知道那些是什么男子 哇 大家落足眼力看看 各位听众 中间那些穿着灰色衣服的 金头发的男子 握着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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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不猜到他在什么国家 其实他是一个德国的男子 可能有些人会 不要做了 我想问 为什么你就知道德国呢 因为他的衣服 嗯 因为他的衣服 因为他的衣服是Bavarian 对 即是巴黎尼亚人 没错 我们经常说Elluminati 没错 Bavarian 小孩子 是装扮 是的 他在搭一些东西 搭什么呢 他拿着鞋子 就是在搭那个军人的刀 另外那半部分 后半部分的时候 大家就会看到那把刀 是的 一把弯刀 没错 OK 但是你想想 很吊诡的 是一个美国的地方 为什么每个人都向着一个德国的小朋友 是德国小朋友 那么开心 在一起 是 似不似 New World Order 的 One World Government 亦都是One Language 刚才我说过 是不是 嗯 没错 好 接着我们又可以看看旁边 是的 旁边那一张 因为刚才狗问得对 这两张大的文章 其实正正有一道门隔着 看到彩虹是连着的 是一个彩虹 嗯 你会看到 右手边的那幅图 现在九章会说的那幅图 就是正正的军人 这个军人没有死 握着机关枪 握着刀 左手握枪 右手握刀 然后戴着防毒面具 就是刀一只白鸡 屁股 也是刀一只白鸡 有些人就说 它刀了那只白鸡 就是象征和平的白鸡 就是说用战争 来毁灭了和平 没错 这样 旁边还有很多很惨的 有些人 好像排着队等死 抱着软弱无力的BB 有些已经躺在砖头上的小孩 包住 像象征他们快死了 甚至是排队去读气室 没错 我想补充一点 你知道这幅画 右下角有一张字条 是呀 你见不见那张字条写什么 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那张字条就惨了 其实是一封真实的信 是一个小朋友 14岁的小朋友 在我们之前 其实集中营那一集 都分享过 就是那个很邪恶的 纳粹德军的 奥斯威生集中营 是 奥斯威生集中营 没错 都是concentration camp 是的 毒气最出名 毒鬼死了 全家 还要是 是的 的遗言 这封信是一个叫做 Hammer的男孩寫的 可不可以读一读给大家 读一读给大家 或者我用英文去讲一讲 之后 然后阿狗用中文去翻译 尽量 我怕神似 而不似 大家 不可以的 你的英文 他英文是怎么写的呢 就是说 I once was a little child who long for other worlds but I am not more a child for I have known fear I have learnt to hate how tragic then its youth which lived with enemy with gallows roots yet I still believe I only sleep today then I'll wake up a child again and start to laugh and play 这个呢 就是整段文 这个的演绎 或者到时我们又将这个节录 放回forum 没错 那中文是说些什么的呢 大约 其实他说 我曾经也是一个小孩 很想去另一个地方 或者去另一个世界 去生存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小朋友 我只知道恐惧 我只学到如何去憎恨 但是呢 我已经是 已经长大了一个青年 但是就要和我的敌人 生活 和可能和那些搞形的性 你知道了 纳粹德军 其中一样毒气以外 就是用搞形的 没错 一起了 我相信呢 我今天只不过是睡着了觉 当我醒醒的时候 我会再变成一个小孩 还会懂得 开始会继续笑 还有会去玩的 其实都挺悲伤的 挺悲伤的 没错 我看完之后 我也觉得 这个集中营来说 就令到家庭破裂 甚至乎一些小朋友 14岁的小朋友 我可以叫做少年 就过世了 所以来说 我会觉得 也是一个挺悲惨的故事 好了 反过来 我想问回阿狗 那为什么 这个小朋友写的这张纸条 会在海报的右下角呢 其实 所以那些人说 他其实是和纳粹 甚至乎德军 是有关系的 刚才 左半边 就是有一个德国的小朋友 又是德国 是的 右半边的军人 看清楚一点 它顶帽 上面的logo 其实都像是纳粹德军 那个logo 有一只鹰的logo 都像的 所以说 其实这个是不是 纳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 也都有人是说 其实DI系 是不是又是跟纳粹有关系 那样 其实那个contrast 挺大的 在左边 就是和平 很开心 那些小朋友 收了一些武器 那么多个国家的小朋友 但是右边 就是你看到 其实是一条路 那样的 那个就是抱着他小朋友 就好像 去了一条不归路 那样 还有 就是 大家看到 就是有个士兵 就拿着枪 拿着刀 那样 不停地屠杀和平 那些夹 就是代表和平 是不是 屠杀和平夹 甚至乎 有一些人 在他的脚下 也是死亡 那样 这个其实 那个contrast 真的很大 是呀 而且他一刀砍下来 你看 扭都烂了 是 有些就说 象征着 是不是911呢 那里烂了两枕 这样 亦都有这样的象征意义 又或者 那些小朋友 就是很小 好像象征着 很illocent 甚至乎 是在做梦 没错 所以可能那篇文章 就和这里的小朋友 是有个呼应 没错 好像睡着了 但其实他们 所谓的彩虹 只是他们 在心里面的幻想 旁边很欢欣 很灿烂的 其实只是一个dream 明白 好了 事实就是 其实很残酷 就在这个 恶魔的徒刀看下 就 了不起了 那所以呢 我想大家都看到 就是 为什么这个机场 会有这样的 画出来 是的 还说什么 所以是Dream of Peace 其实是个Dream 其实是个Dream Dream of Peace 记住 各位听众 是一个所谓的 下想 或者是一个梦 你反过来想 就真的很恐怖 可能有些人的解读 就说 就是那个所谓的军人 衰的军人 死了 所以整个躺下 大家很开心 很庆贺 很庆祝 因为有和平 但是如果你把画 反过来看 你就会觉得很害怕 有和平之后 就有战争 是的 所以有些人就说 我们One World之后 其实最终统治我们 都是一个独裁者 绝对 接着才祝你们 这么多 做一些奴役的生活 或者排队去读气室 或者排队去读气室 还要depropulate 刚才也说过 是不是 有些专家时也这么说 就是过一百亿人的话 地球就会灭亡 他们这么说 现在它最optimal的一个result 就是什么 就是楼下五亿 就是最好的 现在全部都是精英 补充一点 除了个军人的帽子上面 是有所谓的纳粹标志 其实它的制服都像是 是 再加上你看一下 它的样子多真灵 蛤?你看到那个样子吗? 你真的看到吗? 我看不到 哈哈哈 因为它戴了一个防毒面具 那你怎么看到那个样子 你真是 罩着了 有些人就说 那只是外星人的眼睛 这样就可以吗? 因为那只眼睛很大 黑色 ok ok 带着面罩 应该说它没有防毒面罩 带着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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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象征着它是放毒气 没错 这个绝对是 好了 这是第二个图画 第三幅画 我们给大家看 第三幅画 又好像很欢恩 中间有一棵很漂亮的植物 好像生命树 我觉得 是的 很有颜色 很颜色 最最顶那里 又好像有一只白夹 生命之花 生命之树 我觉得 是的 颜色也是那种 很颜色 很鲜艳 没错 对比其他那些 但问题是 现实生活中 是没有看到这种植物 绝对不会 接着 包括四周围围住很多孩子 又是很欢迎去看进去 有一个人 真的对得正到 在生命之花 在我们春ής里 那里 另外 好像是 刚才死了的那些动物 全部翻山 人和自然 好像很和谐 在左边有一条铌 wzgl 会和人 高兴传 頗開心 後面的豹 有兩隻小的 有鷹帽 那些不同種族的人都在 很歡欣 大家都圍著那棵花 但是 人們看得很仔細 會不會 其實象徵著Christ 會不會是Jesus回來 是一個舊世主 那幅畫 但是你再數一下 為什麼跟我們第一幅 那些人少了那麼多 對 你不說不覺 真的少了很多 原本有很多種族 我真的沒有時間 我真的想知道 掩念問來了哪些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正正 跟New World Order 或者Depopulation 真的非常之不謀而合 再看看 剛才說那隻豹 象徵奧巴馬 然後再看看 他有兩隻小的 那兩隻小的象徵女 但是 那個女的 豹真的是一個豹樣 豹樣 但那兩隻小的 像人樣 很恐怖 對 放大出來 大家看到 那兩隻小的豹 在大豹的前面 就像一隻人樣的豹 對 跟普通的樣子 又不同 為何畫得這麼吊詭 所以 難道是人獸 你真聰明 又被你猜到 我想說什麼 沒錯 人們就說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 跟薄花是一樣的 英文的形容 很可憐 真是很無骨悚然 看到這件事 對 你慢慢拆解 你越看越多 對 看越多 比光明卡好看 對 OK 好 之後繼續了 我們 基因改造有花 有動物 還不像我們現在說的 基因改造的東西 對 然後呢 剛才我也有提過 其實中間那個 好像象徵著 一個 耶穌的象徵 但其實 我們經常都提 其實會不會 是一個Antichrist 其實不是真的 大家都好像想要救贖 但其實不是 那個是假的 阿狗 其實你說完 那些畫 我之前有說過 就是 backage claim 有一個雕像 叫做夜行神龍 這是來自巴黎聖母院的雕塑 很奇怪 無緣無故 石像 它蹲了 在打開了皮箱裡的石雕 什麼事啊 原本就說 它其實是幫乘客守護著 那些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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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行李不用守護了 要 你看整個Airport 都有隻馬去守護 行李當然要守護 不見了 那怎麼辦 沒錯 但是 有些恐怖的事 又令人霞想 是 你是不是有隻魔鬼在那裡 還是一些宗教崇拜的物體 真的到 因為都很嚇人 非常之害怕 像魔鬼多些 肯定是魔鬼 怎麼看都看不出 像一些守護雕像 沒錯 還要放在走廊的位置 是啊 直接說在提取的行李區 那裡 這個石雕 所以人們又開始想 喂 為什麼要放半人半獸的物體 又跟基因那裡有關 可能這個是一個隱喻來的 是啊 原來在DIA裏 另外也有些畫質挺有趣 不過我不知道大家 相不相信 因為我剛才說了很多很威風的東西 不算 不算威風 這幅是威風的 你正在說的 哈哈 這幅 我正在說 地球上生命的一個 叫起源的故事 對 起源的故事 沒錯 有一幅就好像畫 Mother Earth 這是第幾幅 你跟聽眾說 剛才那四幅已經說完了 OK 這一幅是另外的 另一幅 不是那個畫家 但我也覺得 這幅挺特別的 即是你見到 如果聽眾看到 在我們FORUM 就見到 好像一個頭的物體 就在天空中 有隻手 然後地下下面 就好像有兩隻腳 好像一個人 整幅圖 就好像 沒錯 又像人又不是人 自己是人 又不是自己是人 那樣的物體 左邊就是一個初生的嬰兒 右邊就是有一棵植物 然後有一個鳥類的物體 就在其中一個植物上面 是的 好像就象徵著 難道地球上的生命 不要說我們 直接是販子生命 因為有植物 有動物 有人類 是來自外星的 這個真的要交給MaeLing 去幫我們說 是的 還有我們 星際那邊經常說 Spiritual 我們有分很多靈魂 沒錯 對上有多少個 咦? 這隻東西在上面 有兩隻很可愛的物體 我覺得 是不是還有一些外星的物體 其實在太空中 看著我們的 兩個好像小雲還是小吉 在上面 所以你說 我想DIA裏面 其實不止我們剛才提過的 還有很多其他的畫 有機會大家去拍回來 給我們參賽 其實我真的很想去 因為你知道 我幾年前都講過 Danford International Airport 因為其實香港來說 以我所知 不是那麼多的人 是講Danford機場 其實來說 Danford 機場 我自己覺得 全世界最秘密 甚至乎 有些人有說 是最邪惡的地方 是的 它的形狀都已經邪惡了 沒錯 你進去 你看到一些畫 雕塑 那樣東西 是令到人是不安的 是不會有一個開心的感覺 還有我跟大家說過 現在它擺明 你明白嗎? 擺明是一個共濟會機場 我也是這樣說的 還有一點點補充 是的 剛才我講的幾幅畫 原來還會不時更新 是的 之後會有人重複在上面再畫 但有些東西 又會模模了 有些可能又會深色了 這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有一種說法 它已經實現了 而它就會淡化它 是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我都會把一些 contrast 有些人很有心 他可以找回 或之前被人更新 之前和更新 之後 它的分別 即是有人會更新 每一個時間 他們會拍一張照 是的 譬如有些什麼 剛才說的那些獨舞 那些 加上去 是的 之前沒有的 即是不是想在做呢 是的 是的 又或者那些小朋友 睡在磚頭上面 又會模糊了一些 磚又色彩了一些 為什麼這麼多幅 又不改 只是改那塊 真的 真的很恐怖 我覺得這個機場 現在聽眾 聽我們說完之後 只是說外圍 甚至乎你們肉眼看到 第三節回來 我們會說 我們會說 樓下 裡面 就是那個 地下 那個 雕堡 究竟裡面 有什麼神秘 還有 我們會說一說 除了是美國以外 我們中國 都有一些 所謂的 大家都清楚 DIA 是用來做什麼的 有什麼事的話 那就要避難的 避難所有的 但是 我們中國 都有一些地方 是做了一些避難所的 第二節時間 差不多了 我們第三節回來 再跟大家說過 剛才我說的話 OK 稍後回來見 充滿陰謀 和計劃的這個世界 現在 讓我們和你去揭露 陰謀背後 好 又回來陰謀背後 最後一節 第三節 第二節 我和阿九 說過一些 我們的雕數 DIA的雕數 DIA的一些 畫 令到人家 不寒義律 非常之不安的感覺 我這節 我帶大家 就去地底 說回一些 雕堡的問題 其實大家都知道 剛才我第一節 都有說過 Dumb D-U-M-B Dumb 傳名就是 Deep Underground Military Basis 就是深層的地下 軍事的基地 其實 除了軍事的基地 以外 究竟有沒有一些 Facilities 例如 一些 住得人的東西 水的系統 空氣的系統 會是怎樣 其實資料顯示 告訴我們 除了 這些 軍事的基地 以外 我們今集 就是講DIA 原來除了DIA 他們在美國 我跟你說 厲害了 他們在地下城市 基地 甚至乎 每個所謂的隧道系統 他們是很普遍的 在美國來說 我可以說回一些 說回幾個大的州 給大家聽 其實他們都有一些 所謂的 Underground Tunnel 一些地下隧道系統 例如 阿里桑拿州 阿肯色州 加州 就不用說 這麼大 就一定會有 對不對 除了這三個以外 譬如今集我們說的 波羅拉多州 拉達華州 甚至乎 佛萊里達州 等等 這麼多的州份 有這些 所謂的隧道系統 除了隧道系統以外 很多人都發覺 DIA 還有一個不寒而律 就是什麼 就是他們的 安全 他們的安全 非常之高 原來 他們 守這些安全 的人 原來是軍方的人 都是帶著重型的武器 好像去銀行 還有出入的車輛 有些人是八卦 就像我和阿九那些 那麼八卦 但是沒事去看看 但是沒事去找料 被人拍到 原來有很多重型的車輛 除了是一些食物 或者是一些日用品的以外 很多時候那些 所謂的大型的基建 那些材料 都是輸入去的 那究竟輸入去做什麼 當然當然不知道 所謂的他們的保安這麼深嚴 但是下面 據Phil Schneider說 他有八至九層 是不是阿九 是啊 還說下面有個 underground的城市 有4.5平方里 這麼恐怖 有沒有搞錯 都不止 另外還有一個 88.5平方里的基地 88.5平方里的基地 是啊 就在那個機場的下面 是啊 所以剛才我不是說過 是不是阿九 上面我們肉眼看到的東西 已經是一個香港島那麼大了 下面肯定是不止一個香港島那麼大 你想想這個地方多大 對不對 是啊 其實這個機場本身都有火車系統 還有還有隧道 非常之多 這些隧道 還要很大條 非常之多 有幾長度 譬如一些電纜 或者一些光纖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較資料性的東西 好啊 看看這個機場為什麼這麼特別 沒錯 沒錯 說一下通訊設備 先說一下 它的光纖 整個電纜 可以去到5300英里 即是長過利羅河 由紐約市 去到布爾洛斯 艾利斯 差不多的距離 你想想 華拉那條線幾遠 美國去到阿根廷 沒錯啊 除了光纖之外 還有一些銅線 是的 那個網絡更厲害 有11365英里 這些只是可能 機場當然要一些 communication的東西 通訊設備多 都不出奇 是 但是有一件事很出奇 就是它們的燃油系統 非常之快捷 每分鐘可以泵到1000加侖的油 哇 很快 接著呢 就是經過這個28英里長的管道 OK 這個 它厲害而已 快而已 對不對 都不是什麼特別的 特別在於 它有6個燃油的罐 這些儲存罐 可以hold到2.73萬 即273萬加侖的飛機油 嘩 所以有些人就說 嘩 這是什麼機場 那它用這麼多燃料來做什麼 是的 普通的一個國際機場 都不用這麼多 是呀 草草賣賣在這裡 你說有什麼用呢 是 接著呢 其實第一節的時候 我們也有說過 這個機場用了48億 但是原來它其實是嚴重超支 哇 香港的基建都嚴重超支 是嗎 好像經常都見 但是 原本它其實這個project 就打算用17億左右 其實都很多 是不是 很多人都說 沒有這樣的需要 的需要什麼要 絕對 沒有這樣的必要 花17億 都算了 還要超支 超支都算了 又算了 哇 現在來做一些總統工業都很好 都算了 明知道超支是否應該節省一點 當然 但是不是 對 他們還要到處 世界各地找些好東西回來 什麼好東西 那些石的好東西 沒錯 跟3Mason有關 當然是關於石頭事 是不是 想說一下 他們就說 一定要買那些石頭 雖然 已經是超支了 但是 就要那些石頭用來做什麼 是 剛才我們第一節的時候 都有講過 關於一些地下 做一些特別的字 有什麼AG 有AU 那些東西 他說 原來那些石頭 因為有不同種類 不同顏色 用來砌一些patterns 是 難道是Masonic Floor 你猜中 真的嗎 用來砌圖案 他用它不是這樣說 他就說 可以更巧妙 更精細 引導一些人流 接著說 蛤 有關事 是的 即是在地上砌圖案 我正在說 是不是有什麼subliminal message 是 有什麼subliminal message 除了剛才 就有一些 不知什麼記字 即一些密碼的字 會在地上 有些就說 是一些地方名 是一些人名 不過它encode了 大家不知道 是 有些人士 懂得 也拆解了 那些就不說 但是有些 就是用那些 剛才不是說 不同顏色的 是的 用來砌圖案的 其中一個 就是用來砌了 太陽的圖案 這個 又跟我們剛才說的畫 有些關係 因為他們經常都說 其實納粹他們 是崇拜這個black sun的 黑太陽的 是的 原來地上 都是正正 好像有一個 黑色的東西 圓形的 侵蝕著我們的太陽 是不是 Eclipse 黑色的 黑太陽 是不是來熄了我們 還是它有什麼 寓意呢 一定有 所以我們 專門要買這些 石頭這麼貴 都照著 照著買 還是它這些石頭 其實是有什麼 特別的能量呢 那些人就好像 經常都說 Mas don't have power 其實是對的 聽你這樣說 其實它用了這麼多的錢 它要去 不同的世界各地 都要去拿一些 即是靚的 所謂的石頭 回來 去做一個 地板 用來踩的 是不是 為什麼會做到 這麼精密 甚至乎這麼高貴 是不是 就是 其實買一些便宜石 或者有些人說 現在這些石頭 可以掩飾 要不要真的要那些 這麼漂亮的岩石 是不是 你掩飾就算 不需要真的買一些 從世界各地 搜羅回來的 另外 就說 剛才我們還沒有說 它有一個 地下的 火車系統 沒錯 話說 它有一個叫 Great Hall 即是它最中心那塊 我們剛才說 Capstone那塊 那個地方 是 相傳 又是說Mason很喜歡叫他們 那些叫Haul 對吧 即是他們聚合那些 見面的地點 即聚會的地方 都會叫Haul 或者Great Hall 他在中間 經常都說 旁邊 這個DIA 其實很空曠 美其明 就說 他可以繼續發展 為什麼要預留 旁邊這麼多地方 說去到老遠 一條直路去回丹佛市 沿途 整條路旁邊 一個加油站都沒有 那麼遠都沒有 為什麼呢 他說預留 用來繼續發展 預留發展 即是說 會再建多幾個 Terminal 會再建多一些 而這些新起 或者後家的Terminal 其實就會由Great Hall 那裡 就有這些火車系統 接駁 那些當然 話說 下面都建了 另外 有一個 剛才Adam 又有提過一下 就說 有一個荒廢了的 運絲帶系統 就是一個笑柄的系統 是 但是 原來那個 有30公里 那麼長 真的很誇張 這件事 我覺得 有些事情 就是 為什麼我們 我和阿九 時時都覺得 DIA 這個 我一直都不怕沉氣 這麼說 這個就是全世界 是數一數二 最邪惡的地方 對不對 阿九 當然 你看 有人看 無緣無緣無故 一隻這樣的馬 在門口 真的 好恐怖 我先補充一點 阿九 等一下休息一下 阿九都說了很久 雖然阿九 這集很疼愛我 一直在說 這些很治療性的事 我怕你啞了 現在錄到第三節 我聲音一直捱下去 因為大家聽到 其實開始越來越沙 我想補充一點 剛才阿九說的 丹佛市 我想大家清楚 除了Sappleton之外 就是Denford International Airport 這是最厲害 最大的一個機場 但是你能否發覺到這件事 這幾年 我想阿九應該也有些資料 我的資料顯示 就是 他們有很多防空襲的演習 很多時候是大型的 甚至乎 這一兩年 奧巴馬 很多時候都過去Denford 這個市道 即是福爾拉多州 Denford 都去巡視一些東西 但沒有說過巡視什麼 還有一件事 就是Fox TV 其實在Denford市 這幾年 Fox News 都有說過 Denford 只是這一個地方 他們的國際機場附近 是目擊了很多UFO的個案 所以其實這一個地方 我自己覺得 比Area 51更恐怖 你覺不覺得阿九 覺啊 很邪惡 很邪惡 是啊 你說這件事 又令我想起 原來2011年的時候 奧巴馬都躲過在Denford 這個機場那裡 怎麼會躲的 用躲的字 是啊 因為那時候 有一些碎星 差一點點就撞到地球 沒錯 他那時候 差一點點 最後就沒有撞到下來 沒錯 奧巴馬 就是來了丹佛 你想想 有些事情 其實 你見一些總統 一些蛛絲馬跡 你就知道 說真的 華盛頓 白宮 你不躲 躲在丹佛 是不是 我又不太相信 白宮 就沒有一些所謂的 防空系統 或者甚至有些災難的話 白宮下面 就肯定地下密室 總統被人襲擊 甚至白宮被人襲擊 肯定下面 就一定有一些所謂的 bunkers 去保護總統 是不是 可能不夠這裏堅固 一定不夠 而且他深入這麼多層 知道就八層 沒錯 不知道的 你說多少層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政府都不會殺 Phil Snyder 是不是 不是 他爆了這麼多東西出來 他真的爆了很多東西出來 我覺得他比斯洛登更厲害 告訴你 所以才要滅口 反而在斯洛登更健在 絕對 斯洛登已經說 某些東西都不在我身上 你就殺我 不是 一殺就 大家很開心 什麼都爆殺出來 OK 更害怕 道士之人 另外有一個 剛才說的地下 說一些上面一點 大家有沒有看過 其實可以看相片 有沒有覺得 咦 為什麼這個機場這麼有趣 一個尖一個尖 好像一些帳篷 是啊 好像帳篷 如果你來遠看的話 好像人家搭了帳幕 是嗎 你猜不猜到 其實有什麼特別用途 我猜不到 我覺得這些物料 可能是有些問題的 是啊 原來他建造這些帳篷 那些物料 是用一些叫Fiberglass 一種 更重要的 面上有些東西 有些Telfron OK 那這種物料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他隔熱 隔光 有九成的光都會反射了 另外 哇 這東西厲害 就是原來 你是不可以用任何的雷達 或者熱能探測器 去看穿這些帳篷 嘩 這麼厲害 那也是價值不菲的 要這麼說的話 肯定貴到不得了 不是 怎麼會超支呢 超支都很誇張 不是 幾十億 不是幾十元 幾十元 當然是豪給你 對不對 我也想告訴大家 我想想一下 為什麼 這個DIA 會令到別人聯想在共濟會 大家可以看到 有石雕 下面有bunkers 有一些地下的雕堡 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 或者災難來臨的話 政府的要員也好 或者那些有錢人 那些人 那些精英 躲進去 但是大家聽眾 有沒有想一下 一件事 除了美國以外 原來我們中國 都是有這些東西的 你知道嗎 阿狗 咦 我們中國 都有地堡 地堡 就不是 原來法國 你在Google Map 或者Google Earth 你看 原來資料顯示 告訴我 我們有萊蒙 鄭州 甚至乎東莞的北部 都是有一些完善的 城市規 可能有些人說 城市規劃 有不出局 你說得非常對 原來 我用鄭州為例 原來鄭州 他們建了 你知不知道 多少的單位 多少 6400萬個單位 哇 不是6400個 不是6400個 6400萬 6400萬的單位 是沒有人住的 可能有些聽眾說 這些東西 肯定就是 投資失利 經濟泡沫 爆破了 沒錯 但是很奇怪 我們4年前 2010年的時候 BBC有個記者 專門去中國這些地方 去探索一下 究竟 是否真的有所謂的鬼城 鬼城 鬼城 不要以為是罵鬼 那些城市 原來那些鬼城 是說 如果發覺到 他們的地方 剛才說過 內蒙也好 鄭州也好 東莞也好 有些鬼城 就是大型的商場 沒有人租的 他們的單位 沒有人住的 但是最奇怪的是 記者有看到 很多所謂建築工人 還是繼續建築 試問一下 如果你是投資者 你買了一塊地 你想去做發展 基本上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人住了 已经建立了 没有人住的 你会不会继续建立 你不会的 我用这个内蒙为例 刚才我说的6400万的单位 其实内蒙就是内蒙这个 其实已经可以供给100万人居住 但奇在什么 为什么会将中国内蒙的地方 会与DIA相提并论 原来发觉到你在Google Map看 原来在内蒙这个地方 他们又有两只马 跟DIA那只马 那个样子是完全一模一样 虽然它不是一只 它是两只 就是大家互望 对着互望 你觉得很不恐怖 这些是不是无毒有偶 如果你在Google Map看 这个虎陷图的话 你会看到 其实都是一个 所谓的 一个权杖 BBC这个人 这个记者就在我说 会不会是真的 为了末日的来临 或者是 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甚至乎一些天然的灾害 令到我们都要去 做一些的 今次又不是地下 可能有些人会问 那不是地下碉堡 地面起的话 有些什么的灾害的话 你都避不了的 那情况就在这里了 它会将沿海的市民 或者沿海的居民 迁移去内陆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 为什么它会选择内望的地方 郑州 或者甚至乎东莞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一些 内陆的地方 那究竟 其实 各国的政府 美国政府也好 或者甚至乎中国政府也好 会不会真的知道 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 而令到他们 要建这么多的房屋呢 记住我各位听众 不是有狗话 真的是六千四百个 是加上六千四百万个单位 你想一下 住了多少人 最恐怖的一件事 为什么叫鬼城呢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记者去到的话 商场也好 甚至乎它那个大厦的单位也好 完全是 妙无人烟的 完全是 好像一些楼盆那样 我看到那条片 是的 没有人的 不是楼盆还好 是不是 你都漂亮漂亮 是不是 它完全是没有的 完全是妙无人烟的 所以这件事 你会不会觉得 会不会是几恐怖呢 这件事 会不会真的有个鬼城呢 这个呢 我自己 就真的有一个 问号在这里 究竟他们是不是真的知道一些事发生呢 你怎么看啊 阿九 我在想着 它会不会呢 接着说 我起错了 不会啦 接着挖个洞 弄了它们下来 起错了 怎么会在三个地方起错呢 你要记住 现在讲着东莞 郑州 和内蒙 三个地方都起错 或者甚至乎 可能有些人说 投资来的 你们不好事都这么阴谋啦 是不是 但是 BBC已经讲了 已经出了一个文章 就是 已经是讲了 64个million empty home 就是很简单 我都说 例如来计算 如果一个单位 住四个人的话 那你六千四百万单位 就可以accommodate到 二亿五千几万人 二亿几万人 在落陆地方 你想想 其实这条数 是真的这样计算的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刚才我都说过 将沿海的居民 或者沿海的居住的人 全部都迁移进去来路 我们有没有机会呢 你猜到时 还是你死你死呢 很难说 这件事真的 不过我为什么会说 会不会埋下泥呢 是 就是因为 DIA 曾几何时 有五顿东西 起了出来之后 然后说 哦 起错了 不适合位 不是吧 哪有起错的 不是 落泥到落地 挖个洞 为什么会挖得这么泥 出来才行呢 刚才我都说过 一开始的时候 不是一路挖 挖到 跟金字塔 是14倍那么大 对不对 没错 但是那五顿东西 你知道有多高吗 有多高 有几顿东西 就150尺那么高 有一顿 就矮一点点 78 有一顿 就126尺高 总共有五顿 但是他们全部 其实 都是有条地下隧道 拨返去DIA 还要轮去哪里 轮去 那个C出口 就是他有个conquest 好像地址 没错 其实他有分ABC part 那个地方 帮我那里的 是 拨返去的 最神奇的 就是他很划算 是 他有五顿东西 但他分别找五个 不同的contractor 建立的 那么每个contractor 就建完自己的核心 就会立即被他炒的了 所以为什么呢 其实他们 当然建立的时候 就个别都分开的 就不会有联络 就是大家不知道 大家在做什么 再加上 根本没有一个contractor 是完全可以知道到 其实那个DIA 当年整个蓝图 究竟要建些什么 总之你建完一部分 我就炒了你 建完一部分 又炒了你 所以为什么最后 不是说运输带 是一个package system 为什么不合理呢 其实是对的 美国人做事就是这样 我也听过 譬如现在iPhone 制造商 就是苹果 它每一个工序 分都很散 是外判给其他厂做的 其实整个设计图 或者整个电话 运作 究竟怎么用 各样东西 其实一间厂是不知道的 所以基本上 它拆到是很散 避免这个所谓的 被人偷竅 你知道的 大陆很厉害 一见到的话 你就可以全部 可以和你抄掉 所以它的工序分得很散 正正如刚才的舅家所说 就是说 每一间公司 做的东西 就是一个很小的工序 或者做到差不多 它会拆掉你 他就不知道 还有 原来除了五等东西之外 其实DIA 是有第五条跑道的 是吗 我一直以为四条而已 你眼见四条 对 还有第五条 下面 难道是 没错 哇 这个真是恐怖 说来听一下 第五条跑道在下面 怎样飞上来 是的 怎样飞呢 真的好神奇 但是又是同时 就说起完这五等东西 错了之后 原来其实当时 也有一条跑道是一起起了 OK 同时又埋了 埋了四寸的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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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所谓的杂物 拆掉了 四寸很淺 对 没错 随时挖出来就可以了 先埋着 如果要用的话 就拔下拔下 拔下 拔下沙泥 然后就可以用得了 是啊 这个很流效 哈哈哈 另外 刚才我们也说过 他在火车轨 旁边 有两大 通道 运辖 运辖 运行李 运货物 那些管道 但是非常之大 是啊 他大到可以怎样 是可以 双程行车 可以两架大货车 是一起行的 像不像我们 上次沙泥 那些也是这样的 那些货车 可以在里面四处行 都不止 原来那些管道 旁边 是有很多空间 叫空间 他就没有说明是做detention 不是说集中营 当然不会 但是有这些 预留了这么多空间 所以就引人 又遐想了 你要这么多空间 做什么 当然是用来 困住人 或者必要的事情 我用来收留那些人 不要说得那么坏 不要说得那么坏 收留 收留那些人 摺制 但是呢 他们又发现 咦 这些地区 是会落铁丝网 攔住 蛤 而且那些铁丝网 是向内的 那些爪爪 我明白 就是 就是里面 去不到外面 没错 像是困住那些人 多于怕那些人 捐入去 那种 所以 是不是整天都引人遐想 我觉得这个 DIA 所以为什么一直 不要有嫌我沉气 为什么说全世界最邪恶的机场 进去 那个感觉是非常不良好 还有太多一些 古灵精怪的东西 是吧 下面刚才阿九都分享过 碉堡的东西 地下室 各样东西 甚至乎一些 地下设施 军事的设施 我也都说过 譬如在周边的 这几年 有些很大型的防暴演习 甚至乎一些UFO出现的个案 是大量的 我记住 大量的UFO出现的个案 甚至乎 去到怎么样 奥巴马 也都时时去Denford 搞什么呢 是吧 有空无事 不要去大卫营摊摊摊 是吧 放大家 最喜欢在哪里 去大卫营 对 但他很多时候 都去Denford 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去机场 但是很肯定 有些事情 他要视察 要看一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是吧阿九 嗯 还有 有些 那些叫做 接触过 有份起的工人 是 就说 他们可能 问问地 差不多接触到 那些最 最 地下 敏感的地方 是 就说 上到来 想和别人分享 但又很害怕 不敢说 有些人说 直接说 看到外星人 那些很猥狠的 所以才那么害怕 不敢说 但也有些 就说 不是的 下去会有一些 就是 Electromagnetic feel 有些电磁波 落到很不自然 很不自在 令到他们觉得很辛苦 或者上到来 回到地面的时候 会觉得 整天都是BB声 那些 电磁的声音 但为什么会有 电磁波 其实挺有趣的 是的 所以 他们就说 其实可能落到地底下面 还有其他地底基地 甚至说 其实DIA 是有地底的通道 搏去附近的一些军事 又是Underground的地底 不出奇 最最恐怖的就是 它其实 整条这些管道里面 就有很多花灑头 花灑头 是的 那有些 为什么会有花灑头 是的 那些人就说 Spring car Spring car 防火的 你们这些人不懂 有什么出奇 那一只 就是消防那一只 摆天花那一只 但是是很密的 就是说 大约 看到 摆得很密 每一个大约 5至6尺 左右 就是一个人那么高 不是 就是一个人那么高的距离 就是一个人那么高的距离 就是打横翻到一个人的距离 就有一条 每一条上面 有三四个 很密 但是 有些人就说 当然是防火 在石屎的管道里面 当然 但是有些人就说 会不会放毒气的 你想想到时候 用来困人的 接着又回应回 我们刚才不是经常说 那幅画的 记不记得 是 揽着Mask Mask 其实又说这个也是detention camp 会不会 那些人捉了进去 其实是毒气室来的 因为呢 他们出入 那个地方 就是进去那里 都是一些很大的缸门 嗯 就是你进去都不看 不方可以出回来 嗯 没错 所以呢 其实呢 我们今集呢 讲了那么多的设施 那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 大家也可以去 在他的资料上 在网上找一找些资料 究竟这个是全世界 最evil的地方 真的可以这么说 是吧 或者是共济会的机场 究竟 下面搞什么 虽然呢 我们有一些 很零碎的资料 告诉大家 因为呢 下面他们那个所谓的 security太深严了 他们的守卫太深严了 所以呢 其实不是说 那么多人知道 究竟下面有什么地方 或者是设施 一些什么 是的 其中一个呢 不准人进入的地方呢 是直接要穿了 那些生化的保护衣 这些真的 是不是 有生化保护衣 你们知道究竟下面 我现在在想 可能下面 有些资料 做一些测试的东西 真的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 Ovisual的解释 就是说 有些未能分辨到的分解 可能有些真菌 在下面 还会襲击人的肺部 所以很危险 大家不要去 SARS 不要去 叫你 是的 但是也引人打赏 咦 你叫我不要去 会不会就是 那个通道 下去的军事基地呢 不出奇 绝对不出奇 你知道他们是靠客的 很多时候 是不是 嗯 另外呢 在远远的地方 又会有两个 很大的cooling tower OK 那是什么cooling tower 好大的洞 因为 很大的洞 是啊 很大的洞 那他们就说 嗯 那是一些 是小型的核子的 就是 發電的装置 Nuclear reactor 就是用来 咦 是用来發電的 嗯 嗯 但是呢 Officially 就不是这样的意思 就说 噢 这些是通风口 通风设施 嗯 那些人又会问 通风设施 是不是啊 不通 就是for那些 underground的city 不出奇啊 我刚才说过了 他们水也好 空气也好 食物就不用说了 大量大量的混进去 我很肯定 其实他们underground的 bunker 或者一些所谓的 集中营也好 或者一些所谓的dump 一些所谓的dump 一些minatory base的东西 在下面呢 其实他们都不受一些 物资的问题来的 因为说真的 它开得到 这些 八层九层 那么深的一些underground的base的话呢 肯定他们的所谓的reserve 一定做得很充足的 所以有些什么事 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好 甚至乎 一些天灾 他们都可以定得住 至少一群人 可以落到地下的物室 或者好 甚至乎一些地下的雕堡也好 是安全的 是不是啊 嗯 嗯 现在都不知道是不是安全 又有人说会是集中营 很害怕 都不知道真的保护我们 还是杀我们的 这个两看而已 上次我们说集中营 那集大家都知道了 对吧 对吧 好 这一集呢 希望大家喜欢 我想我们未走之前 我想跟大家呼吁一下 就是我和阿九都会觉得 就是希望你们听完 虽然我们有我们的mobile app 是不是 或者甚至乎去其他的媒体 例如是iTune 亦都是有些人在我们的主页里 www.star radio.com.h 那里听 但我希望你们听完之后 麻烦你们真的进入我们主页里 在我们的program下面 给我们一个like 好吧 基本上你知道我们每一集 都是很用心去找资料 去分享给你们 亦都是有我们的分析 那样东西 那我们希望就是不要只听了就算 第一 我们免费 那我们免费之余的话 希望你们麻烦你们做多一点点东西 去我们的主页里 按个like给我们 给我们 给我们一些鼓励 是的 这个我觉得 其实我们都不是一个很大的要求 不是一个很奢望 就是 听完之后你觉得是好听的 麻烦你真的给我们一个like 那会比较好一点 你看说到声音都拆了 没理由不值一个like 我真的拆了你的声音 不好意思 Anyway 这一集我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觉得DIA 这个题目 其实都是有些没完没了的 有一些update的话 我们尽量会给你们听众 会告诉大家 就是究竟有些什么 最新的资料 那样东西 但是这个地方 如果你们有兴趣 再找多些资料 你就会知道 其实下面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我们都没有什么机会下去了 绝对的了 就是我们靠一些sicic insiders 或者一些whistleblower 去爆料给我们听 我们尽量去用我们的途径 去找一些资料 去发放给你们 给你们知道更加多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 这个也是阴谋背后的理念 对不对 嗯 没错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我们今晚这一集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等到下星期三 希望我的声音没有那么辛苦 没有那么沙了 真的 下星期三 九点钟 继续陰谋背后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充满阴谋和计划的这个世界 现在 让我们跟你去揭露 阴谋背后 自己алиping 分享 嗯 今天